想问一下,鲫鱼饭有多少人吃过呢? 想吃鲫鱼饭的话,首先要看看这个罪补盆有没有漂亮鲫鱼 咦咦,好像还有两条 这些山糖鲫鱼非常生敏 首先要把它放血,鱫鱼也不发上来 直接将饭煮熟,放入鲫鱼 哇,你看看,鲫鱼还会移动 鱼饭煮熟,煮3-5分钟 时间自己炖 这边的姜蓉加入少少生油 这就是调一个酱油的点料 喜欢的话,这些姜蓉可以加入少少的盐 葱花也少不了 转间间,鱼香饭熟 勾过来,淋入调整好的姜蓉 以及红葱头 这个做饭是简单实用的 继续灑入葱花 这个起到一个蒸香的作用 淋入调整好的花生油,以及豉油 千万不要淋进去 保留少少少,让它真的来蘸鱼肉来吃 这个时候,再烤上去,烤一分钟 就立即可以吃了 打开过来,哇,淡淡的鱼香味 真是有人 好了,为了防止有关,将鱼取出来 鱼汁已经滲入饭面,极香了 鱼蛋就没错出来了 用一条池莖,将它拭均匀 再加入少少香葱 这些鱼汁,一个人可以吃两至三碗 没问题 那我又不是了,先吃一碗